新年輕人的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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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我們今天去哪裏 這裏是恐教學院 沒錯 今天帶你來恐教學院 訪問一班老前輩 看他們對我們香港的前景有甚麼看法 好,Let's go 可以有前面的代表性 和提高了我们的管治的能力 可以保证到香港的社会的整体利益 我相信作为一个选委 最重要是选出一个爱国爱港的特首 希望它可以提供给香港一个很舒适 很繁荣和安居乐业的环境 越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但除了有些人不知道确切的门路 而且现在疫情的影响 他们很多人都无法及时回到内地去做实际的发展 希望各地的政府部门可以配合 让这些香港人可以透过网上申请的方式 更便利地去寻找这些发展的机会 那个大湾区的国内就充分可以体现了国家 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发展的战略 把那个机遇可以发展多元化的经济 其实现在香港是背靠着祖国 面向着国际 祖国有14亿人的市场相当之庞大 金融业、服务业、医疗 其他不同的界别也有竞争力 希望各个香港人力得抓住这个机遇 再去面对着国家的这么庞大的市场发展 即是殖民地的时间是没有搞信仰的 你看看现在那些官员 毕业了之后 大部分的官员都不是预息到三角的 我们的青年人之前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而在我们的现在思想 将他的青年能够带上一个正途 用来孔教推崇孔子所说的实德 很希望我们今次能够选出一个以仁义治港的特首 若能进一步推广孔子思想、儒家学说 推广中国传统价值 可以增加港人对本身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自信 我们香港是要有信仰的教育 我们中国是用什么做基本信仰呢 我们觉得香港人只要挂着西方教育 就疏忽了我们中国人的教育 我们应该多些推动和多些创造机会 和我们应该搞学校和推动教育 我们国家一定教育 以识到三家 香港之前在房屋的供应有限债 我们怎样会加大房屋的供应 一旦住屋解决 我想很多人都安分 我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就全部解决到 改善了居住环境 打破贫富学员株 才能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希望国安法成功 令香港更加反应 我相信陈着这个步伐继续走下去 就将所有的香港人立入正轨 到年轻人可以在二江大阪区学习 读思 我们香港人应该在这里多发挥一点 力量推动回经济 期待香港的管制者 提升我们自身的议政能力 思想水平 并且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解决香港面对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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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